沒有聊事記 天天多更新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來看條論對上霍斯人 這場比賽是遷移這張地圖 遷移地圖非常特別 中間有一堆魚可以吃 這張圖在團戰也有出現過 這次是單挑蠻特別的 那就來看一下高手們的遷移是怎麼打的 遷移這張圖也是 中間有很多的黃金跟礦產 主要支援都在中間 那一開始也是有鹿 可以趕鹿吃的 那比較細節的部分 是要早點去蓋出這個伐木場 趕快拼到五個人挖木頭 然後去一下漁港 那當然的前提是不能先讓自己斷村 所以如果先及時去趕鹿 把鹿趕過來的話 就可以讓自己的經濟好一點 那這邊mipe中找到自己的鹿了 找到鹿之後開始趕 因為吃肉的話 就可以讓吃肉的村民少一點 就可以早點去挖木頭 早點挖木頭就可以早點下雨港 早點下雨港就可以吃這個鮭魚群 這個沙蒙 中國那邊好像叫三文魚 至於為什麼叫三文魚我有點不太懂 有可能是跟日文有關吧 今天日文叫沙蒙 然後中國大陸那邊就叫三文魚 可能是這樣子 但我們台灣叫鮭魚 這個我就更不容易理解 因為日文叫沙蒙 但是 或者叫Sake 都可以 但是為什麼中文叫 鮭魚呢 這個有點捲捲捲 我就不太清楚了 那我個人是很喜歡吃鮭魚的 所以這個鮭魚群 可以早點去吃 那這邊蓋港口有個細節 魚港盡量是要貼近海濱魚群 最好是要離這個大魚近一點 所以你在選擇蓋魚港的時候 你要先用你的刺頭 先去探好哪邊是比較適合蓋魚港的位置 像這裡就很適合 這裡可以蓋個魚港 然後這邊可以捕魚 或是蓋這個位置 然後這裡有個食人魚群 都可以 這個都大魚 重點就是要把這個魚港 蓋在這個海濱魚群的旁邊 這樣就可以海鮮現撈 一直撈一直爽 那這邊viper 這邊已經六個人在吃鹿肉 那村民越來越捕越多了 只要七個了 那如果你是要打這個封建開戰的話 那要趕快速升這個封建時代 然後還要挖黃金 這個配置我們待會再來繼續講到 好 那魚船第一艘出來了 那右這邊也是 兩邊都是一個標準的魚船開局 那木頭慢慢補 補得越多越好 因為這邊放封建時代 最好是雙魚港比較好 通常的海途是這樣打 那這張是遷徙 遷徙就可以考慮 就是捨棄外海 然後去直接佔據這個中間的位置 開戰 畢竟這個中間就有點像超金草 島嶼的超金草一樣的概念 上面都是黃金跟石頭 而且遺跡也在上面 所以這個越早去中間開拓 是對玩家越有優勢的 好那viper這邊 我決定在這邊捕魚看了 也是看到這一個大的石冷魚群 果然是開這裡 好 會玩的玩家 大概都知道怎麼開 雖然我是沒有看過前面的RP 他們到底在幹嘛 但是我只有看到後期 就打得非常精彩 打了一個多小時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viper這邊的選擇 viper是條盾文明 條盾的話 種田有40%的減免 那他有免費的一個奪射孔 就是劍塔在下面的時候 有那個裝甲不運在砍你的劍塔的時候 你的那個劍塔是可以直接設計的 那碼頭跟軍營單位 在城堡時代的護甲會加1 不是碼頭 碼舊 想成碼頭 就是近戰防禦會很高的意思 他的海戰並沒有特別的強勢 所以我覺得viper這邊可能是隨機到的 並不是真的想要打千移這張圖的關係 因為現在viper他們都會一直玩隨機 即使玩到這種特殊的海圖 他們也不會去選對海戰特別有利的文明 算是給自己上個枷鎖 然後讓自己更進步一點 挑戰極限 那我個人也是喜歡挑戰極限的玩家 之前玩那個艾爾登法法 就用一根開局的一如所有的棒棒 打到女武神 然後打到全破了 也是花我兩個 快一個多月吧 才玩完 一天大概玩四個小時六個小時左右 然後也沒有用其他任何法說 就是挑戰極限 只用翻滾 跟普攻跟跳砍 只用這三招 就從頭打到穩 然後裝備全部都不穿 鎧甲什麼都沒有 裝飾品也沒有 整個打的真的是非常痛苦 所以我覺得viper現在就是有點重的感覺 他覺得自己用有優勢的文明打得贏 然後現在就要來練一下沒有優勢的文明 然後再對上一時級的選手 看一下這個結果會如何 那我個人也是很喜歡這樣子玩的關係 所以我蠻能理解viper為什麼會這樣想 你一直玩強勢的文明 玩到後面你就會發現你沒辦法進步 你永遠都是在自己玩而已 你都不讓別人玩遊戲 那如果你玩這種比較劣勢的文明 那就是雙方都有來有往 那就會比較 比較有碰撞 有碰撞自然就會進步 就不會一成不變 就是會有整個激情出現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viper這邊 兩個碼頭 三個碼頭 三碼頭應該是沒辦法直接爆出大量火蒙桶 原來他這邊可以直接出三台沒錯 但是黃金是有三個人在挖 所以這邊應該是三台前壓或防守 然後待會直接樹上城堡 然後去中間開拓 但是這邊他們有吃果子喔 這個是細節 那右的話這裡是有吃果子的 這一不吃果子全部用這個 挖去挖這個木頭 是為了要支撐這個山魚港 因為木頭量一定會不夠 但是山魚港雖然可以爆出大量的漁船 但是並沒有辦法好好的手下 好這邊第一艘 兩艘戰船已經來了 直接集火收掉第一艘漁船 好火蒙桶開始往上跑 反而以為他會從下面來 結果是從上面 然後被殺到一個措手部級 但是喔自己的漁船還是蠻多的喔 畢竟是桑魚港開 後來是在爆這個 戰船 三個戰船開始爆了 然後黃金呢最好是補到7到9 那比較可以支撐這個出戰船的數量 不斷賺產 然後又可以順利的上這個城堡石彈 那這Viper應該出來的臭命 都是直接一直挖金礦喔 不會再去挖其他資源喔 挖木頭挖到17、18目 就差不多了 好 來看一下這邊 這邊射射 開始射射 OK 射完 但是自己Viper也出了戰船喔 所以是能追擊到的 雖然這裡的漁船還是蠻脆弱的 Viper這邊是有個細角 先打血多的 那這邊就可以確保兩艘漁船 戰船直接送掉 好那這邊派了一個火木桶 直接去前壓探查一下 看一下有沒有第二波進攻 欸看起來是有的 但是Viper直接把這些戰船跟火木桶往下派 那自己有一哨已經在下面了 那這邊要燒掉這隻刺猴了嗎 欸差一點 這個刺猴千萬不能送掉 要趕快喔 出這個運輸船到前方喔 這邊去做個探查 所以這個運輸船 什麼時候下也是蠻重要的 這個時間點下 肯定是會出事的 OK 那Viper的黃金補到9了呢 應該會再補 補到12、13也是有可能 要看他的打法而定喔 那Viper這邊是蠻標準 久經就停 那久經停的話 這邊應該會停一下戰船 然後去點一下這個城堡時代的身子 這個時間趕快蓋 蓋完之後就可以升了 好戰船過來 但只有一艘戰船怎麼辦 火魔童還在建造 這一個人只能撤退了 但是Viper這兩艘戰船 沒有辦法騷擾太多東西 因為剛剛前線的火魔童打赤火 已經被抓包了 這邊只能用魚船趕快撤退 火魔童一出來之後 才可以慢慢防打 好等一下一級絕金之後 這個戰船就可以再繼續製造出來了 黃金量也夠了 那打戰船的話 很重要的是要點這個一級射 絕世好劍 所以那目前Viper還沒有絕世好劍的關係 所以這個戰船好像也不太敢 冒然泛盡的感覺 他可能是有想到自己沒有一級射 但是又也是也沒有一級射 但戰船的好處就是兩艘 就算沒有聲音級射 還是可以秒殺這個魚船 就是射三發 擊火一下還是可以的 好那上面有兩艘火魔童 直接繞過了Viper的視野 直接衝了過來 這三艘魚船 三艘戰船沒有看到 完蛋了 這邊要直擊Viper 但是Viper這邊要上城堡實在的關係 開始把自己的刺猴 跟自己的村民 運到對面去了 好這邊運到對面 對手還沒有發現 那這邊三艘戰艦 還在防守 那這邊只用一艘 去阻止對手的火魔童 好這邊再補一個魚桿 哇這邊碼頭越蓋越多 這樣很好 因為這邊碼頭再蓋下去的話 這邊捕魚就越來越近 可以讓他自己 捕魚的效率越來越好 好我們在上面一級射點下了 點下一級射之後 這個船就變6加1的傷害 那這邊應該是要來抓這個 過來的運輸鍵 他可能覺得對手 右可能會在這邊登陸 結果他是選擇一個最短距離 確實右這邊是比較安全的 好白魄卻沒有抓到 稍微有點可惜 那右這邊兩艘火蒙筒 可能是想要變成火戰船之後 再來燒魚船 效果會更好一點 好那上到城堡是在周期升級了 火炮戰船也在升 白魄這邊也在等 好那以上倒之後 右這邊是先下修道院 先下修道院的右 這邊可以先開採 那TC可以考慮開這附近的位置 最好是開內陸一點 因為如果你海戰打樹的話 可能這邊 會被這個 奴炮戰船給射爆 好這邊 VIPER家的戰船數量其實蠻多的 順利的解掉了家裡的內憂 但是後面的戰艦慢慢跟了過來 VIPER這邊三艘戰艦直接突襲漁港 大量的魚船只能四處逃難 但是VIPER這邊 好像沒有要理會這些戰艦喔 想要直接殺魚船 但魚船有一少許殘血沒有收掉 有點可惜 還是倒了 哎呀 好但是VIPER家裡也是守得相當不錯 四艘戰艦過來也是守得OK的 好VIPER努力擠出修道院之後 開始蓋下城堂中心 這邊要來招翔對方的一個刺頭 但是刺頭有胖招翔能力喔 沒那麼好招的 下方漁港沒有再去補 這裡的魚也是蠻多的喔 這邊蠻香的喔 但是要確保這邊要怎麼補到魚喔 烤魚現吃 好 修道院補了三個生侶 三個生侶 後面這邊再撿個遺跡 哇這邊遺跡就是22開囉 一人撿兩個感情不會上 高手之間的對決 好 這邊應該會出騎士或刺合 但是對已經看到對方有生侶的情況下 出騎士有點危險 很容易就被招走 騎士出來會被招走嗎 這邊有沒有看到視野 看到了完蛋要被招了 哇這個沒低調的話會被招 沒關係 再招回來 白牌已經想到了 但是在這裡白牌已經損失了60 肉跟75斤 所以喔這個時候 其實是出 孫女 出刺猴是比較好的 出這個騎士 真的是很危險 好 看一下海戰喔 海戰白牌這邊數量有點少 火戰船的數量超級多 乳炮戰船這邊想擊火 但是沒法擊火掉非常多的戰艦 戰艦數量有點天差地緣 Piper這邊海戰是不是要打輸了 完蛋要被鎖倒了嗎 鎖倒之後 然後 白牌要打回這個海戰戰局 可能有點困難了 這邊有打算要去投資嗎 還是要開始全面轉陸地呢 我覺得這邊全面轉陸地可能會好一點 因為這張圖是遷移 遷移地圖 陸地還是真正的戰場 海上輸了沒有關係喔 重點是 中間這些地區的資源 你不要拿下來 好 那Piper這邊遇述村民的方式 可能就要小心一點了 就要開始躲避 又的一個戰艦的偵察 好 這邊有大量傳看了 也是沒救 Piper直接選擇原地放棄 治療 全部都變成鐵達尼號 成光 我靠右這邊是三遺跡 Piper只有兩個喔 那這邊變成 美國的南北戰爭了 但是後面有很多生旅往後走 想要看有沒有遺跡喔 但是這邊生旅並沒有看到任何遺跡 好 那大家會說 那這張圖要怎麼反視這些戰船 最好的方法就是蓋這個城堡 蓋這麼高地 然後直接這邊蓋漁港 然後在周圍放生旅 然後去做招搶敵方戰艦的動作 那這樣呢 就可以比較好守住自己的漁港 有漁港可以造戰艦之後 就可以開始反打 那Biper這邊有點稍微落後 因為波斯這邊 工作效率實在太好了 他的碼頭 跟這個TC 工作效率都很不錯 所以他這邊漁港 會贏好像也是正常 然後TC數量也是蠻多喔 就是開始 數量多的時候 這個TC的造村民速度也是很快 好 那波斯這邊點一下第一隻 點一下第一個城堡 當然不可能點這個波斯戰象 對手有生魚的情況下 有波斯戰象 可能就是變成被刺仔而已 有出跟沒出一樣 好 兩隻刺頭直接看到生魚出來抓掉 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這邊都著想來不及了 哇 麥婆 生魚直接被招光 被抓掉了 來不及 應該可以招到一隻 但是另外一隻 可能要送掉 哇 三隻聖魚直接送光 來不及 哇 麥婆這邊太傷了 三百斤就這樣不見了 麥婆這邊失誤有點多的感覺 那又選這張地圖 選波斯我覺得也是蠻聰明的 畢竟這個是海陸混合圖 海的重要程度也沒到非常關鍵 就是 可以棄海 但是中間這張地形 這個地方一定要拿下 你只打贏海 沒有打贏陸地就會很糟糕 那波斯這個文明就是 海陸平均型的地圖的文明 因為它的碼頭跟TC 就是都有這個加成站 所以並不會哪邊太差或太弱 那麥婆選這個文明 就是標準的陸地文明 這個只有農田加成 根部兵軍事單位加成 所以並沒有太大的一個強勢之處 那麥婆就是要挑戰自己 用這個烈士文明去攻克敵人 好 那麥婆家裡也是一直被燒 那又這邊點一下大學之後 開始再出帝王stack 那麥婆也點帝王stack了 那在暗影農田也是撒一片田 也並沒有離這個岸邊太遠 可能麥婆自己也想到 打海戰跟波斯打海戰可能不太明智 自己也是把這個村民 比這個岸邊遠一點 這樣奴浩彈船要燒得到會比較困難 那又這邊防守有點不錯 左右兩邊都蓋了這個死牆 而且這邊還蓋兩層 那麥婆這邊要進攻可能會有點困難 那麥婆這邊是3TC運轉 這邊要補下第4個TC嗎 這裡補的是化學 先加速一下 這麥婆這邊勾砸 好 又這邊前置一個城堡 城堡開始慢慢推進 就已經從C開始拆了 好這時候麥婆也要上地龍時代 地龍時代移到火飛車也好 那這個城堡應該是要直接棄掉了 直接棄一把喔 居然上時代還比較慢 因為波斯這邊有海圖 上著魚的優勢喔 好這邊減速 這邊又選擇要開始連環寶前推 三巨頭在後面 這邊麥婆可能要趕快 上面蓋BK出火套 去反制對方巨型頭司機跟城堡 前面這個黃金可能也要掉了 雖然後面還有一塊 然後左邊也有黃金 所以這個黃金要怎麼搶回來也是蠻重要的 好火槍兵也在出 Viper這邊是騎兵文明喔 那對於這個森林 太怕要被招掉了嗎 差一點再嗡一下就掉了 好TC應該是全倒了 這個連環寶差的壓力真的蠻大的 好那橋盾這邊是不可能出 橋盾武士喔跟騎士 那這邊 Viper最好的方式喔 就是出這個 駝石車吧 駝石車硬砸喔 但現在出駝石車的話 可能會被這個火炮給反制 所以出駝石車也是最加級喔 最加級還是火炮 駝石車的話只是克制對手的火槍兵 可能會有奇效 可能還要升級喔 因為畢竟這麼大量的火槍兵 只要被駝石車砸了一發 這火槍兵就全速倒地了 火炮的話雖然也可以反制喔 但是不會像駝石車這麼的可怕 但火炮的好處喔 這個可以解城堡還可以解巨頭 生旅火槍兵都可以解 那橋盾這邊出火槍兵對方對射也是可以 基本上橋盾在這張圖沒有任何太大的優勢喔 火炮要互丟一下嗎 火槍兵退射 這邊差點點到 你看這火炮缺點就是打移動的火炮單位喔 有點打不太到 而且還會有可能被擊火擊掉 有點危險 這邊兩邊都在秀火炮的一個輸出 巨型托斯基 哇這邊又有一個失誤 直接進到城堡射程 被射掉非常多火槍兵 哇死了非常多 這一隻騎士居然沒有人在著牆 直接被射掉 火槍兵只剩六隻 VIP的火炮 到了右側想要來慢慢 集火 這邊兩邊現在在現代戰爭 哇砸到生旅 還是在打砲擊 雙方互槍砲擊 火箭互射 火炮互砸 流彈炮開殺 火箭互射 現在帶著槍兵跟陣地火箭 這個巨頭就是現代的火箭了 流彈炮去拆火箭 火炮的數量可能還在多出一點 水量有點少 火槍兵的數量慢慢接起來 右這邊也是 也是慢慢把自己的火炮 數量開始按出來了 沒有火炮的話還是有點危險 OK這邊雙火炮 一人一台 攻下巨頭 均勻投射機 還在努力拆城堡 這邊火炮要小心 砸到一隻火槍兵 但是這邊火炮也只能後撤 這邊 VIPER這邊交戰本來一開始是劣勢的 突然慢慢打了回來 從劣轉優 哇 但是VIPER的優勢喔 這邊又掉了一個城堡 VIPER這邊三火炮 加火槍兵的一個開戰 效果非常不錯 但是槍兵 哎唷 差點打到 左邊的火炮很危險 這邊火炮互雜又有點太晚了一步 直接被砸到半血 但是VIPER這邊也是半血的一個火炮 兩邊都在打一個火炮互靠狀況 但是這邊有村民在兇 兩邊火炮直接劇雜巨頭 應該是沒問題要拿下了 OK 哇 VIPER這波反打非常精彩 師父自己的TC的故圖 但這邊可能還是不會把TC開這個位置 但開這個位置很危險 畢竟現在是 氣海的一個狀況 如果對方的奴砲戰團或火炮戰團 到這邊的話就有點危險 雖然還是可以靠僧侶去招搶對手 這邊兩邊互相幫對方互相打槍 嗯 好 巨星偷指機砸光 沒問題 三台火炮 猜神寶速度還是不錯的 欸完蛋 找到了捏 再一發 他也是要再一發就掉了 死滴血 好 那兩邊沒有那麼衝動 還是拉回了 好 火炮加上巨頭 可以拆掉第三座城堡 哇呦這邊突然解一解敗退 本來一個大優現在有點開始慢慢虧了出來 這時候又好像沒有想到要把自己的戰艦 往下派啊 去騷擾後方的經濟狀況 可是有騷擾到的話 可能戰局完全不一樣 又可能這邊 中間被拆得有點太突然了 有點反應不過來 這邊都是火彈船 還不是弩炮彈船 這邊火炮 BIPER這邊出現了失誤 兩台火炮直接被換掉 火箱變形數量有20隻 這邊慢慢轉出了急兵 哇大急兵 看來BIPER知道現在自己的弱點 可能也是看到有馬舊 有馬舊在後面 但是他應該不知道後面這一坨吧 他怎麼知道的 他看到這個馬舊就出急兵 好像有點太突然了 還是有可能他是想用急兵 當個正面戰線的 然後靠這個急兵去往前推進 就跟防守 那已經預料到波斯出遊俠 的可能性是有的 最近波斯遊俠也是蠻ok的 品種什麼都有 哇他真的頂下遊俠 好兩邊突然停止交火 開始顧一下自己的經濟 然後再開始爬出一些科技出來 那BIPER的村民宿 現在只有111村 火炮這邊就去開戰了起來 巨頭又開拆了 然後後面的遊俠樹剛才能慢慢堆積起來 所以我這邊可能待會要來殺出重圍 哇火炮直接踢到了 踢死一隻火炮 火炮這邊 滿精彩的 預判對手的火炮的一個走位喔 順利的拿下第一個 一隻火炮 這一波戰局 疾病直接出了上來 這個條頓喔 我們剛剛前期有講 他的防御是很硬的 像是0加4喔 待會這個三級馬開好了之後 就會變成0加6的一個進防喔 0加5了 0加5的一個進防出現之後 雖然 防禦很高 但是數量不夠多 遊俠的數量超級多 二十幾隻衝得出來 那藍印查來火槍 並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火炮可能趕快退 遊俠直接殺著防御聖防 雖然BIPER已經想到了 但是喔 還是有點難阻擋這波遊俠的騎士衝鋒 直接殺出了重圍 火炮想要跑 但是有點困難 火槍兵在後面防守 能解掉剩下的遊俠嗎 好像有點困難 遊俠的攻擊太高了 開工程器的速度超快 只要擠到就能搞定 遊俠雖然送光了 火炮也全掉了 BIPER這波工程已經有點困難 可能要先進入手勢了 並這個遊俠的經濟性很高 攻擊又高 現在要怎麼去追逐遊俠是個問題 接下來就要把大量的一個級兵 守在家裡 但是如果家裡都是級兵的話 這邊就沒有級兵 這邊沒有級兵 火箱就不能推進 沒辦法推進的話 就只能一味的防守 只能防守的話 就沒有希望 F這邊很清楚自己的困境 這邊直接壓一個城堡 在中間這個位置 將來限制對手的一個出兵點 但後面有大量的一個遊俠 直接殺到金晃區 這邊金晃也不能踩了 直接收村 更多的級兵爆了過來 但是又還在控兵 火槍兵在兵對射 這邊還吃了一些TC的傷害 TC射火槍兵的傷害很高 雖然這邊有三級防禦的關係 所以吃箭矢並不會直接原地暴斃 但是血量還是很少的 被射多了還是會受不了的 聽起來會不會 火槍兵加上遊俠 正面快要倒光了 殘寶趕快蓋好進去 好 級兵在後面慢慢補了回來 這個就是我們之前說過的 如果前期在家裡放級兵的話 前線就沒有兵防守 很容易前線路潰敗 但還好這個中間 蓋好的城堡 建立新的一個防線 雖然前線潰敗了 至少還有這個城堡防守住 F又補下了更多的火槍兵 開始要向前推進 黃將這邊搶下來了 這塊黃金非常重要 這邊有很多黃金 右這邊如果再繼續出這個 有想的話 可能會大事不妙 黃金消耗太快了 一直有想要75黃金 十隻就要750了 這邊波斯 可以考慮出這個波斯公兵 去做一個白嫖動作 畢竟人家集英 是不需要黃金的 火槍兵也是要黃金 自己可以出這個免費的公兵 波斯公兵科技點下之後 只要消耗40木草 就可以免費的 造這個公兵 公兵還升到奴兵 奴兵還有化學 雖然沒有三級射也沒有強奴 但至少是免費的 或許是射速還快 還有這個拇指 所以這邊波斯公兵 可能是又的最後一道防線 騎士跟品種也點下了 好 但是又這邊開始用運輸船 又一些大洛馬運輸到了Ryper的家裡 這邊的農田區有點大難零頭 這邊趕快把聰明運到本島上 外島可能要捨棄了 這邊下一個城堡 想要來守住這一片田 這裡上一人再蓋城堡 哇靠 還有三隻火槍兵 那邊偷偷做射射的事情 太射了吧 射爆 好 城堡一好之後 肉麻也隨之倒地 但是這邊火槍兵還守不住嗎 好像有點危險 哇 可能要被砍死了 好 那Map也是損失非常多的一個單位 但是又這邊出現一個大失誤 為了要打主導的關係 結果前線的火槍兵基本上送光了 那右這邊還沒有轉出波斯弓兵 還在用火槍兵防守 火槍兵問題還是剛剛一樣 雖然可以克制擊兵 但是要打火炮有點困難 而且被火炮克制 好 那這邊達老麻繼續再鑽 後來也是把擊兵放在後面一些 然後前線慢慢推進 右這邊也慢慢擴張過來 後面還有蠻多黃金礦產資源的 其實問題不大 因為右前面的礦區全部都採光了 所以慢慢往後測是OK的 因為後面還是有很多礦可以採 這裡還有一塊 那這邊右的經濟快到見底囉 這邊放黃金礦就沒了 那VIPER的礦區還有右邊這一塊 這邊還有一個中間的礦區 比經濟上來說 VIPER還是比較有希望的 雖然自己主力喔 家裡已經爆開了 這裡的本島還被巨頭入漆 可能到整個島被拆光了 好 這邊想要來偷遺跡 結果勝利倒地有點可惜 這邊想要撿右的遺跡 那VIPER這邊是撿了兩個 那如果再撿到的話 四個遺跡可能又會被翻盤喔 好 有沒有補射箭場呢 有補射箭場 那波斯攻兵就要馬上登場了 好 這邊直接出一隻條盾武士 想要硬戳 但是這邊火槍兵防守 怎麼辦 有火槍兵加巨頭 這邊條盾武士兵不好打 台北的組隊 還是用大量擊兵加上火槍兵的一個組成 火炮還是順利拆掉巨型頭司機 哇 這個勝利直接被炮絕 太狠了 好 有些火槍兵開始走過來 回頭來炮下踢個地板 要怎麼踢 往前踢 沒有往前踢 這邊是往前是因為他想要去點MIPER的火炮 那MIPER也是有警覺的 火炮直接硬炸 炸掉了很多隻的火槍兵 火槍兵開始往前 開始躲炮彈 來了 這邊順便殺掉這隻生女 哇 這邊炸中了很多 三隻火槍又直接倒了 波斯弓兵慢慢走出來攻擊力 5加3能力很不錯 很不錯 騎兵喔 這個近戰耽誤了 最後就要近防 並沒有加遠防 所以波斯弓兵還是很有效的 可以打出大量傷害 並只有4防而已 射一下還有4滴血 重點是射速很快 然後這邊直接踢火炮 踢後面 踢得還不錯 傷很高 MIPER瘋狂在操作這個火炮 但是家裡村民幾乎快要倒光了 裡面村民想要躲 雖然也是殺掉非常多肉 但這邊城堡掉了之後 本島就完全淪陷了 現在只能 往中間這個地方開始打 MIPER這邊的人口數一直沒有到200人口 村民數也很低 畢竟本島的村民大部分都被 都被塗光了 那沒辦法 好 那右後面 補下更多的馬舊 加上自己的射箭場 那時候來爆這個垃圾兵大戰 自己也補下三級伐木跟三級農田 這個波斯後期的強勢之處就來了 打後期垃圾兵波斯攻兵海 加上大吉兵大洛馬 剛好這個三級農田跟三級伐木 讓他經濟後期非常誇張 很噁心 這邊就可以用無限的資源去擰壓對手 這就是波斯的強勢之處 好 這邊稍微躲一下炮彈 打到一隻 好 剩下的黃金應該是會出這個火炮 不然就是巨型投資機 不然就衝車 波斯也有這個大衝車 大衝車只要75黃金 商品 剩到大衝車只要1000肉 所以出衝車並不虧 而且還可以阻擋對手的火槍 算是蠻怕疾病的一個傷害 這邊這一坨工兵過來 看到擊兵可以反擊沒問題 但是這邊沒有空 這邊要打擊兵速度很快 有沒有 攻速很快 這就是波斯工兵 厲害的地方了 雖然沒有強奴 但是還是很夠用的 好 正面通圖 這邊MIPER小心加利又難守 這邊沒有戰毛兵 工兵一出來之後 要等一下才有這個戰毛 才能做防守 好正面還有擊兵 所以擊兵就可以打落 但是加利已經快被拆光了 那又還到了MIPER家裡種田 但是MIPER這邊也是上島了 運輸了一些擊兵 直接運戳 又有加利的村民 效果蠻好的 哇 戳死了非常多的村民 又這邊村民數有105 不然MIPER只有87村 還可以再多一點沒關係 好 旁邊村民數都不多 經濟越來越慘 黃金都要挖到底了 又的黃金礦只剩下261 但是肉還是很多 這邊可以靠大肉碼 加上大吉印 加上這個大量的波斯工兵 直接開始原地開設 好這邊肉碼 想要直接去硬拆均勻投資機 直接上高地硬拆 肉碼要拆嗎 還是往回走呢 大沖車直接衝了出來 怎麼辦MIPER 大沖車9台很難守 你就算用巨型投資機 雖然打到左邊這台沖車 傷害非常高 但是正面這個巨頭 應該是要掉了 再來有更多火槍兵 跟戰貓兵 在打這個沖車 沖車心理上的傷害非常多 後面波斯工兵無情輸出 一直收掉MIPER的單位 後面肉碼也慢慢補上了 怎麼辦MIPER 你現在出更多的一個擊兵 的話又會被火槍兵加波斯工兵 射成白色 但你不出幾兵 肉碼又可以拆到工程器 又的這一波 ALL IN 非常的完美 大沖車直接殺了進來 這邊也趕出一些騎士 想要來做反擊 但是這邊出騎士 有點為死已晚了 而且條最近 留下有沒有點出來 肉不夠 木頭非常多 但是黃金也是 但是中間這個城堡 能夠打下來嗎 好像可以 結果中間中間有很多 但是後面就一直補了出來 後面的波斯工兵 跟火槍兵 還在輸出 基本上後方的單位 都是無情平A 那前方單位 一直在送掉 那這邊 VIPER有點難集結 出來自己的兵力了 兵力雖然一直有在按 但也是 經濟快要跟不上 經濟開始見底 黃金素穩金 剩下700 肉也剩下100而已 雖然這一波交戰 VIPER看起來快要倒了 那Trace呢 VIPER真的是要倒了 三個遺跡都噴了出來了 本來五遺跡的優勢 被用 活生生打了回去 大衝車一波流 就是這麼的猥瑣 說才說 我一直沒事在影片強調 大衝車的好處 就是這個原因 大衝車 不是每個文明都有 只要大衝車的文明 我都覺得很強 就是這個原因 大衝車可以吸到太多的箭矢傷害了 然後後面波斯弓兵 又不用黃金 又可以無情輸出 然後再輸出個大吉兵大弱馬 糟糕 完美 波斯對撤就是這樣子 所以心動了 波斯練下去 絕對不會讓我們失望 這個弓兵非常大量 連騎士都可以射跑 重點是這個弓兵還不用黃金 超扯 開始 黃色 更多的出兵往前補 出兵下了更多的軍營 波斯 MIPER看起來有點沒力啦 尺寸7 12村 黃金見底 這邊出騎士我覺得有點 可能是最後一拚了吧 因為不出騎士的話 這一坨 哇靠這個砸到了 火炮 這一坨弓兵很難撿 但是火炮時間硬生砸掉一排 本來是幾隻弓兵 現在剩三幾隻而已 MIPER還是想要用火炮 做一個秀操作動作 好這邊正面幾兵硬撮掉一些肉嘛 但是這邊有大量的工兵 直接去射這個幾兵 幾兵直接被射到白癡 但是這邊洗兵是要硬上了嗎 幾兵血量掉很快 波斯工兵數量大 而且還便宜 不用黃金 一直出一直爽 第二波部隊又在集結了 但光這一波部隊 已經讓MIPER非常受不了了 這邊還可以再抓一個小洞 然後 站到這個島 海灘或者這裡都可以 這邊工兵要怎麼辦 工兵這邊有點難打 應該是擋不住喔 這四隻騎士 第二波衝擊要來了 大衝車再繼續往前 黃金樹 BIPER為了要讓自己的單位有火炮 黃金並沒有在按更多騎士 這邊又補了又補了又補了 這部騎士真的逃不贏了 好 一隻騎士在右邊要繼續防守 BIPER可能覺得蠻奇怪喔 怎麼 本來中間這邊打得好好的反殺回去 突然被一波大衝車 落馬 攻兵火槍兵直接一波流帶走 真的是太誇張了 OK 大洛馬又來了 葉薄大洛馬直接開了這個高地 直接燒了礦區 BIPER直接斷金 斷金之後 家裡農廳也能種的地方也很少 因自己的主島 你今天沒有任何 可以自己生產建築的東西喔 支援全部依賴這個中間的島嶼 極兵缺點就是追不到 哇這邊還直接拉村 直接來挖黃金 右這邊真的是太偷了 偷到連村民都來挖了 好 更多的坡士攻兵跟大洛馬又開得出來 那右的話 衝車可能要多暗一點 才open喔 把這個BIPER直接秒殺 那黃金喔 數量還是不多 所以可能在等第二次擊破 再出這個衝車 那目前只要打消耗戰 BIPER可能就有可能被消耗死了 火爆要炸了嗎 炸一下 哇 村民只能跑啊 後面還有長槍兵在戳啊 完了 長槍兵 硬桶 沒了 好 VIPER的村民只三下四五村 火石攻兵 又來一坨 這邊又來挖金礦 VIPER怎麼受得了 直接蓋VIPER的黃金 野火攻勢再繼續進攻 弱馬加上擊兵 VIPER覺得自己還有機會 村民雖然三下四十一 但是第二波衝車過來 前置BK也好了 怎麼辦呢 殺到出兵點之後 這個軍營 守不下來 你後面就沒有軍營 可以繼續防守了 你也沒有木材可以蓋了 支援完全見底 VIPER打算打到最後一兵一足 火炮還想在秀操作 但是這邊火炮沒有先打工兵 反而是先點這個衝車 衝車 殘血 火炮直接硬打工兵 哇 這邊再來一發 炮擊 差一點炮到 工兵直接向前想要硬點火炮 火炮又來一個回頭開炮 直接射掉非常多的一個工兵 工兵直接倒地 好這邊VIPER只用大肉馬加擊兵的一個策略 還有加上自己的騎士 直接殺出重圍 反對了回去 但是擊兵的 效果並沒有很好 因為這邊工兵還是很多 工兵這一坨交戰 可能是最後一波 越來越多穿路往前了 結果的家裡已經也連木材 木材已經歸零 VIPER可能想要打到最後一席 拚到又也沒有自願為止 這一波VIPER打得非常好 擊兵加騎士 砍掉了大量的工兵 那這邊擊兵也是戳掉非常多的肉馬 畢竟擊兵的進防很高 肉馬互打的情況下 擊兵是有優勢在的 這邊想老挖木頭 但是又被打了回去 VIPER好像又有點希望的感覺 但是左邊這個巨型頭石機加火槍的配合 能守得住嗎 VIPER只剩下40吋了 雖然VIPER分數還是領先 但是自己家裡沒有經濟的狀況 還能打嗎 剩下一塊木區跟黃金 其實這邊鎖住 還是有機會的感覺 VIPER這邊是單PC 在運營自己的經濟 然後想要努力的 鎖住左邊這一塊的戰區 右邊這個戰區 可能還是隨時有點危險 但是右的木材已經見敵了 只剩下100多木 家裡已經沒有木頭可以採了 右邊也是全倒霉木 只剩下VIPER這一塊木區 但是這邊木區要怎麼搶下來呢 蓋六望塔 有想法 廖望塔蓋一下之後 VIPER可能就難搞了 這個廖望塔還是單純廖望塔 還不是防禦箭塔 好 第二波進攻過來 打量肉麻將騎士 但是很明顯就有這波是一波流 這個有點像是新海的拉SCB 加強兵坦克的一個流程 一波歐硬流 全家拉小流 這個怎麼能這樣講 好啦 那VIPER這邊受不了 還是打錯了GG 並且自己的兵真的是沒有了 好 看經濟吧 應該是右全面勝利吧 右這邊黃金 只輸了一點點 遺跡部分是VIPER這邊比較多 因為中間有搶走右的遺跡一段時間 這邊經濟木頭跟食物真是蠻多的 正是靠支援跟SVIPER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請大家再幫我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